新北市府结合各局处的人员成立了社区治安专业辅导团队 每年针对各地区的治安社区进行顾问以及访试 而今天团队也来到了金山区六谷里 检视六谷里的守望相助队 期待透过访试与辅导要培养社区的人才 强化社区守望相助的功能 为了要强化社区的治安以及守望相助的能力 新北市府结合各局处人员成立社区治安专业辅导团队 每年针对各地区治安社区进行顾问与访试 而今天团队也来到金山区的六谷里 检视六谷里的守望相助队 期待透过访试与辅导培养社区人才 强化社区守望相助的能力 会议中来自市府警察局消防局等多机关的同仁 还有社区治安标杆里长也来到现场 希望透过学务经验的交流分享 能够给予六谷里不一样的做法与勉励 而里长也在会中报告里内守望相助队的现况 还有守望相助队的志工 也都来到现场为里长的简报加油打起 首先会长感谢我们这些前辈 立临指导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 我们务实去推动社区治安 应该是特别你知道现在乡下老人家比较多 尤其现在犯罪事件非常频繁 如果透过这种方式来去辅导 受害已经会减少 六谷里成立守望相助队以来定期开会 改善寻寿时发现的治安问题 藉此让社区的治安不断的进步 而市府也期待透过每年挑选不同社区 成为辅导对象 在标杆里长以及专业辅导人员的协助之下 让社区自我强化守望相助的能力 让守护治安的工作不再局限于远景 透过警民合作要让治安变得更好 记者大平函金山采访报导 监法 变加 記者大平函金山采访报导 施亚